雖然新冠疫情有在下降枯水 不過緊固統計在南市 83年到5月中旬COVID-19的這個病發黨情 同樣有病例來出現 其實中六十五歲以上中北也減到多數 因此為了拍片黨情和失望方向 為新疆的好友民眾最好的方式 就是他來注射的疫苗 那有關於我們的新冠肺炎的這個疫情 雖然隨著天氣比較熱 稍微有這個減緩的現象 但是呢在整個國外的研究都發現 我們的疫苗對於六十五歲以上 還有一些我們免疫力比較不好的人呢 他的這個發現他的這個保護效果 一定要再追加一劑這個新冠疫苗 那對於我們的這個原住民的部分 我們五十五歲以上就可以來施打第二劑 但是我們一般的這個民眾的話呢 我們建議六十五歲以上儘快來施打 因為這裡看到高危險國人市府衛生 新教導師給予有副學主席民眾 可以來接種到新冠肺炎的疫苗 SBB 特技這支外 也可以連動到肺炎的這個疫苗作回來 那不但是我們施打六十五歲以上 這一劑XBB 它可以同時跟我們的 肺炎鏈球菌一起來施打 所以大家來一趟醫院 我們可以兩劑一起打 來一趟我們衛生所 或者是我們的合約診所 都可以同時來接種兩劑 一方面保護我們的肺炎的發生 一方面也保護我們免於 新冠疫情的威脅 在南市政府推出到 兩種疫苗1加1 要給健康來改善 衛生局就讓有 負荷的疫苗注射 民眾官警告 還要硬塑和衛生素來注射 提醒自己的保護力 南天新聞 帶一下 南蔡芳報道 南蔡芳報道 南蔡芳報道